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之平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4分33秒了 我们在今天的早安笔记本这个单元里面 跟您来探讨心理卫生这个话题 特别跟您介绍我们今天要连线的这位专家 他是台湾精神医学会的理事长赖德仁 理事长您早 夏言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谢谢理事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其实上个礼拜新闻不少 但是这则新闻我觉得应该要予以特别的重视 那就是在上个礼拜听说 有64个心理健康促进团体到总统府去 跟我们的副总统陈建仁递交了这个建言书 希望能够蔡政府要兑现选前的承诺 来制定国家级心理健康跟自杀防治行动计划 而且要增加预算了 好 这个我想先请理事长告诉我们 上个礼拜整个去见这个副总统陈建仁的整个过程 大致上是如何 基本上来讲 其实有五个民间的心理卫生相关的学会共同发掘 结果我们很意外的 总共连我们有64个心理相关的单位 来共同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是继这几年这五年来 卫福部的有关于国民心理健康 有的法令预算的 非但没有增加 而且逐年下降 比2014年建材所定出的纠正海地 他当时建材就算是 至少每个国民要26块钱 那我们现在只有23块钱 那问题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1990到2010的20年中间 全世界统计里面 我们的优异交易增加了50% 然后2030年优异成为全球首要的疾病负担 可是政府在蔡总统在选前就提到了 没有心理健康就不算健康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希望能够能够 蔡总统能够服务 他之前的他的竞选的宣言里面 希望在这个预算能够多一点 也减少一些社会安全的事件 还有让国民的心理更健康 那问题就来了 理事长 你说刚刚的预算是只有23.4 连个饭团都买不提 那好 假定说当然这金额是嫌少了 那要增加到多少钱才够 一个人是增加到多少 至少要多少钱才够 你们有没有经过一些试算 那重点来了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些经费要做什么事情 才可以增加大家的心理健康 其实整个世界卫生组织 针对中低投入国家 它的建议的预算是美金两块钱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心理卫生相关的预算 其实偏低 我们不到美金一块钱 那这方面上来讲 其实我目前 我是精神医学的理事长 那个精神医学我常讲的 精神医疗是社会稳定的力量 但是社会问题 无法单独用精神医疗来解决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 我想整个政府在心理重身体的状况之下 其实心理算很少 那包括国民健康署 他所做的是身体方面的健康的预算 或是一些的工作 但是心理很少 所以我们觉得在心理卫生这一块里面 其实全国很多地方 可以跟不只是政府单位 可以跟民主党来做心理卫生 包括从儿童的心理 从我们的教育部 从我们的劳工的心理 各方面等等 其实我们觉得整个要盘点 然后把一个跨部位的委员会 成立起来 由一个政府委员来负责这件事情 全部很多事情要做的 其实蛮需要很多的钱 我举个例子 在香港今年4月刚公布的 香港政府的增加精神健康的预算 从2011年的34亿 到201617的47亿 所以增加百分之40 那经济服务人手也增加百分之15 所以其实整个全球都在增加 心理卫生相关的预算 但是我们是逐年下降 那是很值得忧心 是 那好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讲说这个国家财政困难 有没有困难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增加就算增加了预算 要来做什么事情呢 有没有觉得 我们当然有些相信 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这些 心理卫生团体 都有做过一些深入而专业的研究 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起码目前我们看到 哪些事情是没有做到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嘛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项目 基本上来讲 有个自定长远的心理健康的一个推广策略 这个国家级的整个心理健康的推广策略 其实也没有很完整 那也是部分人在领定 还有定期的一个进行研究 鼓励发展有实证的基础的介入的计划 实证基础介入 对 介入的计划也可以来做 然后提升跨专业跟精神医疗人员处理精神健康 或是心理健康个案的能力 那这方面呢 其实在精神医疗这方面来讲 关怀人员其实一个人要负责很多的病人 其实人数也是偏少 还有从儿童及青少年跟家庭提供更多的资源 这个各个地方的其实都蛮辛苦 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觉得儿童青少年这方面 需要更加强 免得未来等等社会的问题 还有成人健康的服务 包括个案的管理计划 精神病患的个案等等等 那我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甚至还有长者的 这个不管是认知障碍 长者的这个心理健康 其实很多事情要做了 这么多的事情 那目前这个经费不够 人手也不够吧 是吗 是 人手也相当的不够 我们现在整个来讲 包括我们的 目前卫部负责这一块是 精神医及口腔健康师 他的人手也相当的不足 那各个县市人手也相当的不足 那因为目前来讲 大概我们的政府朝向硬体的建设 像轻轨等等的一些建设 但对于心理健康的建设 其实各个县市 包括中央是相当的不足 对耶 李长你刚刚提到的 所谓轻轨建设 上个礼拜简直就是整个 新闻版面上面的议题的重中之重 对不对 可是大家花了八 如果没记错 是八千两百亿 八千四百亿 都要在轨道建设上面 但事实上我们的整个心理 卫生的经费是多少呢 一年五亿元 一年才五亿元 花在心理卫生中五亿元 那还有包括人事的一些成本 好像能够做大概两亿 差不多两亿左右 所以一年全国能够做了两亿元 然后我们的轻轨跟后面的建设 大家都只注重硬体的建设 如果没有心理卫生 这样这方面的话 我想就像蔡总所讲的 这个健康没有心理健康 都不算健康 大家都忘了 因为心理健康 这个是慢慢要把我们的基础做好的 不是一下子看得到 不过各个县市 包括中央真的要努力的做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 台湾精神医学会的理事长赖德仁 请理事长告诉我们 在上个礼拜 他们一块到总统府上去 这个面见了副总统陈建仁 递出了这样一份陈情书 而陈情书的内容 当然就是希望小英总统 要兑现选前的承诺 这两个重点来看 我们看到制定国家级的心理健康 跟自杀防治行动计划 好 如果说了 如果说现在我们要来制定 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的话 那么里面的最重要的重点会是什么 我想最后重点是 整个中央跟地方可以 共同来宣誓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比如说国家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心理健康 自杀防治的一个委员会跟行动计划 那由一个政委来负责 然后也明显的增加在心理健康的相关的预算 其实逐年是下降 各个国家都逐年的上升 那现在忧郁政教育又逐年的增加了非常的多 我们这个预算跟整个国家级的 不管是计划 或是跨部位的委员会 都很重要 赶快要成立了 那这个另外你刚刚提到这些忧郁症 好像有一些其他的心理疾病 也会成为社会治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应该说是卫报弹 我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在去年的三月就内部发生了那些事情 我们也有参与 小灯花事件 对那些事情 其实这个场景也是心理卫生的问题 跟精神医疗问题 还有第三个就是毒瘾的戒指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建议政府在酒药瘾 毒瘾 酒瘾等 未来的戒指可能要积极的戒指 而不是继续把它关在监狱里面而已 毒瘾的戒指 可是问题是这个问题 牵涉到很多相关的立法 是 所以你看这个心理卫生相关的多少 包括现在的自杀房子里面 大陆在前年左右已经把巴拉裔这种除草剂 已经列为就是不能使用的一个农药 可是在台湾谈了十年还是在使用 在偏向地区很多农委 还是用巴拉裔来自杀 所以其实农委会也是要跟我们讨论 包括劳工部的一些劳工的心理精神问题的 很多教育部的小孩子的这些心理卫生问题 其实真的很需要跨部来共同讨论 那这个好 假定是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目前很多 就算是政府施政的这些计划是不足的 这是一个前提了 那么民众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怎么样去想说 好我要让自己更健康 我有什么观念会希望让自己 既然政府的经费不足 那起码我自己要让自己健康起来的话 我可以做些什么 比如说要记得怎么样去检测自己心理健康吗 有什么管道呢 怎么去看医生呢 这些自己消费者病人病患自己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自己可以先做的事情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的另外有个精神健康基金会 在注意有关于精神的健康 其实大家是要注意整个自己的心理跟精神健康 而不是在追求物质的忙与忙 忙忙忙三个忙而已 那我常常讲的 第一个生活做意要正常 那注意 如果自己容易暴躁 而且思考比较悲观的想法的时候 要检测 到底什么出问题 有的是可能是压力的问题 有的可能是 最近可能身体方面出的问题等等 可能要检测一下 那如何让你的生活回到正轨 那另外呢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快乐 真的不是利己 真正的快乐里面 从利他 赞行利他 做一些好事 帮助别人的做己 我们人会比较快乐一点 是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 台湾精神医学会的理事长赖德仁 请赖理事长跟大家来谈一谈 目前的台湾 真的这个心理每一个人 平均每一个人的心理卫生经费 其实都是不足的 那怎么样 至少要加倍 至少要加倍 那么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经费来做事情 相当重要 另外民众当然也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们非常谢谢理事长跟我们的分享 理事长谢谢您咯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